加油 安心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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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球场上即使每跨出一步都非常吃力 还是用尽全力迈向本类 不管多累脸上总带着可爱的笑容 这样的勇敢和坚持 深深感动现场所有人的心 她是六岁的葛恩欣 罹患脑性麻痹 让她一举一动 甚至连说话都很困难 加油 安心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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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都正常吃吗 对 她都就跟我们吃 我觉得她春夜那些都还蛮好的 那漂亮的 可惜 但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不可惜耶 因为今天不管她长得可爱或是不可爱 我们都是会照顾她 其实脑麻影响的是小朋友的生理的状况 就是肢体的控制 那其他的心智都跟其他小朋友一样 所以她其实对所有环境的观察 跟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感受 我觉得她是非常了解这个状况 像她生活上 我们在讲事情的时候 她都很注意在听 其他小朋友可能在玩 在跑 在跳 她就没有办法跟着他们走 她只能在远远的可能坐着或是看着 但是我相信她们的内心也是 很想要去融入他们 虽然行动不方便 但恩欣非常聪明 和同龄的孩子一样爱玩 更有一颗细腻敏感的心 我觉得她就蛮活泼 然后也算很乐观 她让我比较觉得特别 是我觉得她蛮有同理心的 以前就小时候都会跟她讲故事 然后当我讲到很难过的时候 她的表情就会变得很委屈 就是要哭要哭的 我觉得她都可以从我在讲话的语调 然后去知道妈妈现在心情怎么样 就难免跟妈妈会吵架 那她也知道我们吵架 所以她就 她也不太会讲话 但她就会说 要一起抱抱 好啦 不要你慢一点 你手要抬高 看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都感到不舍 这么可爱的孩子 为什么要受这些苦 做父母的更是如此 一开始满心期待迎接宝贝女儿 却在出院那天 突然接到无情恶耗 她虽然出生是早产 但是在过程中 医院的追踪目前的状况 是正常的 但就是在出院 最后一天的时候 医生说 她之前有急救过 然后因为缺氧的状况 然后造成她有这个 因为缺氧这些脑性马币的清醒 小朋友很严重 脑伤很严重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觉得 我看恩兴蛮正常的啊 就是小朋友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外观上的差别 所以我后来想想说 会不会 虽然有但是可以 靠着一些努力把它改善过来 虽然说 她的进步幅度 真的有其限制 因为身体上的限制 至少让我看到就是说 虽然我们很 就算虽然恩兴很慢 但是她真的有在朝这个方向走 后来你就会感觉说 你渐渐也忘了这个难过 跟不知所措的感觉 其实我真的蛮慌的 从整个运气又觉得 每一次检查都是正常的 我想说 怎么会 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开始确实是 比较难去接受 那时候就是晚上她睡着 我也是每天晚上都看着她哭 就觉得她怎么 好辛苦 就觉得很累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走出来是 因为我跟我朋友差不多时间生 然后两个都一睡的时候 其实我朋友她 她女友也是就是生病 医生说回去睡个觉 就会好了 然后结果她一觉就不行了 然后因为她A流 我觉得也很严重 可是那当下我就对着她讲说 就是我会陪你一直复健啊 就是我觉得你只要每天都进步 就够了 你只要健康 我真的觉得什么就够了 她不管再慢 我都可以等 但是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7 8 9 10 毕竟周遭都是这类的小朋友家庭 那前几天有一个姐姐 也是大概13岁 她就离开了 过了两三天后 其实我也做了一个噩梦 我的梦里就是恩兴也离开了 其实我们照顾这个小朋友 说得很明白一点 你就是要花非常多的钱 因为附件都是钱 辅具都是钱 所以其实在过往我都会觉得 如果我这些钱没有 就是没有恩兴 我们这些钱我们其实可以 可能去哪里玩啊 买更好的东西 但是经过那场梦之后我就觉得 如果恩兴不在了 我反而会更难过 所以变相让我觉得说 其实我花这些钱 或是我现在做这些事的不开心 我都觉得不重要 因为我深深地知道 她在我们身边 我们才会真正地开心下去 从一开始的难以接受 到如今的感恩珍惜 一路上爸爸妈妈也学着坚强 才能带着恩兴一起勇敢面对世界 妈妈她有时候推恩兴去逛 假设逛梦好了 那因为她现在比较大嘛 但她会坐在车子上 那有一些妈妈或是阿嬷 就会 就是她就会走过来说 怎么小朋友这么大来坐车啊 那妈妈一开始可能听到的时候 她会比较介意 但后来我们其实有讨论 我们觉得 其实对于别人来说她也没错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重点是在于我们自己 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我为了避免那状况在发生 我后来就出去 我就直接给她穿那个怀足支架啊 就是让别人知道 她确实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 她听得懂 我主要是怕她心里会受伤 不然我觉得我们大人 自己心里够坚强 但小朋友这个我没有办法控制 二次有 大家有在看你 他继续 二次的呢 二五 比如说我们在逛卖场的时候 我会比较喜欢带她再下来走 或跳 让恩兴知道是说 虽然说你有其限制 但这个限制不是你的错 你就很自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世界上有这么多各类各种的人 我就会倾向就是带她走走跳跳 那她累我也累 那她看到我累 她也很累她也就开心 当你自己展现出来的时候 不会畏畏缩缩的时候 人家才会知道说 虽然说他们有些困难 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 看妈咪哦 看镜头 你不要抓到吧 看妈咪 你数到几了 你数到几了 你是忘记了 从十五开始好了 好 好 OK 二十二十二 你太快了吧 二二了 然后再二三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 恩兴很有自己的想法 表演欲也很强 总用自己的方式 展现六岁孩子最调皮纯真的模样 爸爸现在比较常在台北 然后就是晚上我在喂她吃饭 然后她都会自己吃 然后吃一吃她会突然跟我说 录营给Bobby看 而且我帮她录 然后我还要跟她说 诶 开始 她才会自己开始吃 开始 这么厉害啊 或许这世界本来就充满不公平 恩兴全家人却用自己故事证明 即使这些不公平找不到答案 但在爱里不需要答案 只需要有全家一起面对的决心和勇气 你爸爸妈妈不走出去 小朋友没有机会走出去 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 哪一类的族群适合在这个世界上 前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啊 你就是走出来 那我相信 爸爸妈妈跟小朋友都会有更好的未来 在等着他们 一开始我留停 带她 带她两年 留停两年我每天都带她出去 不管去哪里 我就是一定带她出去 可能我自己也爱往外跑 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就是带她 就去多看看这世界 我觉得我好像也没办法一直就待在家里 然后面对一个她没有口语 一开始没有口语 就是我觉得久了我自己也会生病 然后她也会不开心 我觉得她的到来有她的目的 她的到来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有其他的改变 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真的不够好 可能上帝让我们有机会去好好的把这一生再改变一下 然后陪着她把这生走完 我觉得这样的诚实来说啊 谁遇到这个你说不辛苦是骗人的 但是假设你的生命都是 就是设定好 你就是被设定好你要去经历这些 结果如果不能改变 你就会建议说 你是不是要从中去找到 这件事要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是真的蛮辛苦 但是 也真的蛮幸福的 因为就是 觉得有她在身边 因为我真的觉得她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天使 就是我上班一整天很累 但我回来看到她很开心的迎接我 那一刻我就觉得就是辛苦都值得 我来说 感谢观看